最近叶璇在网络上更新了她的最新动态 不论是从文案中还是从她所配的图中都能够看出来 现在的她非常的幸福 她的文案中写到了一个如何判断 这段感情是好还是不好的方法 这看起来是一个方法 但其实我们都能够从这段文案中感受出来她的幸福 也许她想说的正是自己有一个宠自己爱自己的男人 所以这可以证明他们的感情是非常的好的 并且下方还配上了自己的婚纱照 和一个疑似是她的男朋友送她的礼物 看起来十分高档 想必价格也一定非常昂贵 在这张婚纱照中可以看到当天的叶璇 穿着一袭白色的婚纱 头上还戴着长长的头纱 看起来非常的高贵优雅 而且脸上也画着精致的妆容 面对着镜头甜美微笑如同一个公主一般 网友们纷纷猜测连婚纱照都已经拍好了 想必一定是快要官宣他们的好消息了吧 但是当事人一直都没有回应 并且网友们连着男方究竟是谁都不知道 不过从这张婚纱照中的婚纱的做工可以猜测 男方也一定有着显赫的家世 就让我们一起静静地等待 叶璇给我们带来她的好消息吧 未来也希望他们能够永远幸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